是不是? 喝水也有這麼大的陰謀 今次我看了這個題目 對我來說是最貼身的題目 也是令我說服性很高的題目 我自己也變成陰謀論專家 因為有科學有數據 還有我曾經聽過專家說 所以我突然看到這個題目 可以令我很貼地地談論 這個不單是陰謀問題 而是關乎整個世界的問題 好,我們今天找到一個專家 各位朋友,K先生 你好 你好,K先生 今天又跟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在談這個 在水裡加了氛化物 這個陰謀 其實我自己想不到有多… 我不知道有什麼陰謀 為什麼呢? 首先我理解 我所認識的氛化物 其實我不是認識這個中文字 我是認識它的英文名 其實是否叫Floride 對,Floride 你有聽過嗎? 有,Floride 在我的年代 我不知道他們比較年紀輕 兩位 在我的年代 我們所用的牙膏 一定賣廣告 最重要的標明一件事 Floride 是的 所以你覺得這是很偉大一件事 是 而且是主要的賣點 是的 但到後期的時候 我曾經有聽過 牙醫和科學家說過 其實Floride 對他們來說不太好 我才知道 原本好 都是一些牙醫和科學家 告訴我 現在無緣無故 你又做一些科學家 告訴我不好 究竟最原先 為什麼我們要加一些 Floride 進水裡 讓人喝 其實最先加的 不是科學家 不是大企業 是當時打仗的時候 德軍 納粹黨 加入 給他們自己的賤婦喝 是主要給猶太人去喝的 嘩 想喝死他們 就是這樣 其實他又不會喝死他們 就是這樣毒水 你要毒他 但他又不想他們死了 但又不想他們有反抗的意志 所以就特意加入他們的水 令到他們變成很純服他們 甚至令到他們變蠢 影響他們的腦和身體 但這個其實 它不是即時反應 你不可以喝 立即過癡 拆完牙 就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 長年累月的這件事 其實不只是有水 其他物件都會有這件事 主要就是為了控制人類 這件事 就是德軍那時開始 所以牙膏已經是後期 正在說 那個氟化物 即是氟化物的始源 其實就是加入水 水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的水也有 水也有少量氟化物的礦物質 其實有一個例子 就是加拿大那邊 其中一個地方叫做Baker湖 就是說有那些政府人員 在那裏有一個廠 就特意泵水出來 給那些人民去喝 就想他們變得比較 易純服一些 即是水供應全國加拿大 或者那一區 那一個區域的加拿大 即那一邊 那實際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或者覺得 全部人都好 加了給所有人 不要只給戰夫 其他國家的政府 什麼時候開始仿效 其實這個在美國 30年代 因為他們要煉鋼 過程中 剷了很多毒煙出來 後來就要請很多 美國的研究家 去說Floride的好處 就是說 維牙齒是好的 然後就變成全世界的牙膏 都會加Floride 這個東西在裡面 即是原本就衰到不得了 那我就找你 你幫我想一下有什麼好東西 其實這個忽化物 在我們日常生活 有很多東西都容易過量 好像我們在座 每一位都穿著衣服 餐廳會用鑊去煮菜 香口膠 某些瓶裝水 其實全部都有這件事 其實兩位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件事都挺恐怖 什麼 即所有衣服都有 有機會拿到這件事 但是不是人家特意加給我們的 不是 有些是天然 有些是人為 我可以說一個人為的個案 給大家聽 其實法國的時候 在70年代 都多久之前 有一個污染報告 他們提到說 那些氛化物 因為它有煉鋼這個情況 曾經產生過有毒的煙木 去到農田 被牛吃了 因為他們會吃草 令到牛有很多種不同的怪病 譬如 中毒 牙齒會掉 甚至最後是潰爛而死 我們全部人都會吃牛扒 但很奇怪是沒有人說過這件事 是一個自然的 mineral 抗氧質 已經有的 已經有這件事 不是發明出來 只不過是穩微有不同的用途 而剛好對人體是有這個傷害 我覺得非人為的也沒得說 是嗎 人為的那些 弄成這樣也不要緊 你說牛死了的話 長穿套爛什麼都好 牠牙還是很滑 這樣也值得 糟糕 你不死又要掉牙又成 不是對牙好嗎 其實我也找了一些所謂的好處 就是防止蛀牙, 是不是 保護牙根 但是尤其… 有很多好處 有很多, 這裡有很多壞處 譬如如果你長期飲用 超飆了氛化物的水 你很容易有那些 譬如血液疾病、腸炎、癌症 都在這裡 但是更恐怖的是 我看到這個資料 是 而惡嬰大家聽過是甚麼 石棉大家聽過是甚麼 怎樣對人體有害 是挺恐怖的 大哥 原來氛化物列為 引起公眾衛生關注的 十種化學物品之一 是和石棉、兒惡嬰等 並列名單上 是呀, 這個是一零年世衛 已經出了的資料 它的聲明 我還有很多項表明 是否可以搞一些兒童 會神經殘疾 其實這麼危險的東西是 我們小朋友 譬如天天擦牙 我小朋友也是 對呀 對呀 分量要不要控制 還是怎樣 其實他說一毫子是最好的 但要問你們 你們平時擦牙的習慣是 下多少牙膏 什麼一毫子 我的小尺寸 我的小朋友一定會沒事的 為什麼 不刷牙 我終於覺得不刷有好處 想回去稱讚牙 現在很厲害 小朋友不稱讚牙 怎麼這麼笨 不刷牙 爛了牙 現在回去刷牙 好帥 你真是有先見之明 難怪不刷得這麼不受控制 我控制不了你 為什麼讓牙多刷牙 那你就容易控制 試想控制它 都一定試想 都不是的 其實他說 你擠牙膏是一粒 斗這麼小就夠了 其實在2009年 通過了法例 是要牙膏的廠商 列明這件事 而且不可以宣傳 我們的牙膏有 不可以作為一個賣點 你真的說得很適合 現在牙膏宣傳真的沒有再提 這真是 因為會不會是 其實大家都覺得應該有 牙膏之本就是Floride 因為這麼多年都是 就是激素雞 現在的雞經常標榜 沒有激素雞 是一件事很白癡 這個陰謀論 我告訴你 因為現在所有雞 其實都是沒有激素的 你能夠吃到的雞 就是沒有激素的 如果你要標榜 你就要標榜 有激素雞 因為現在所有雞 都是用沒有激素去生產 所以現在就不會再標榜 因為根本都不值得標榜 牙膏我覺得也是這樣 但他們就是要標榜 你不可以吞下肚子 這也是一個法例 即是廠商說 你不可以吞這個牙膏 下肚架 因為 嘩 很無恥 你說到這樣 我將來吃牛扒 都不可以吞下肚子 我沒有咬完之後 都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現在是 他們一方面又要給我們 一方面又慢慢放給我們知道 這件事是有點危險 不是不可以用 用一粒豆 記住不要吞下肚子 但你要放入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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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